花莲市长魏嘉贤率团访日前往了姐妹室云娜国庭 参加地盟姐妹室40周年的植树纪念活动 由市长魏嘉贤和细树建一庭长共同种下一棵象牙树 象征着两世情谊,生根茁壮坚定不移 10月6号中午云娜国庭庭长细树建一等人在机场迎接 亭一所员工热情送花给来自花莲的贵宾 也透过广播放送告诉全岛挺民 花莲市长魏嘉贤特地来访 而在亭一所,职员挥舞着应有花莲市微笑城市标志的扇子 一扫新冠疫情阻绝城市交流的郁闷 也让两地在后疫情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互动与交流 细数庭长还特别邀请魏嘉贤市长参观魏在后方的办公室 他表示在办公桌前方除了天皇图片之外 还挂有魏市长送他的墨宝 让魏嘉贤十分感动 云纳国庭和花莲市地盟40周年的植树地点 选择在云纳国庭交流馆旁边 这里有各项和台湾互动的资讯 更保存了40年来和花莲市各项活动的资料 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真的也非常谢谢云纳国庭安排40周年的各项系列活动 那植树是其中之一 那每看到云纳国庭非常重视这次的一个仪式跟活动 那也特别的安排了在台湾非常珍贵的象牙树 那也来这边来做相关的种植 那嘉贤也特别代表历任的市长 特别来到云纳国庭也还有代表花莲市民的一个祝福 那我们希望未来云纳国庭跟花莲市友谊都能够长存 40周年走来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友情 那未来云纳国庭有事情就是花莲有事情 花莲有事情也就是云纳国庭的事情 那过去的地震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风灾都造成了花莲有一些影响 那云纳国庭都在第一时间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不论是物资还有一些精源还有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感受非常深的 那未来也期盼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云纳国庭 我们也期许友谊都能够长存 两市地盟40周年植树的树种特别选择了象牙树 奈强风级干旱是这个树种特性 细数庭长表示特别选择象牙树作为纪念树种 主要是强调云纳国庭和花莲市姐妹情生 彼此手牵手一起迈向未来的繁荣 借了一会欢迎市报道